电流的热效应重点整理 首先,电流的热效应描述的是电流流经电阻的时候 会把电源所提供的电能转换成热能或是光能的现象 称它为电流的热效应 以库伦的正电荷由高电位的高电位能处 移向低电位的低电位能的时候 它可以释放出一焦耳的电能 我们就会说这两点之间的电位差 也就是电压为1伏特 也就是电能E可以用电量去乘上电压来计算 E等于QV 或者是说电压V可以等于E除以Q 电流的热效应的第三个重点是讲 电气在单位时间内所消耗的电能 称为是这个电气的电功率 P等于电能E除以它所花费的时间 如果电气在每一秒内能够消耗一焦耳的电能 你可以说它的电功率为E瓦特 也就是说E瓦特会等于每秒E焦耳的电能消耗 也就是E焦耳除以E秒钟 在电功率的部分 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低的铜或者是银当材料 来减少电能的耗损 因为它的电阻小 耗能会比较少 一般我们会使用电阻大的金属材料 来产生比较大的热能跟光能 好比吹风机里面的聂格斯 就是属于电阻大 产热多的一种应用 那我们来整理比较各种电学的物理量 如果电压的代号是V 单位辅特可以简写为V 那么电流的代号是I 单位为安培 可以简写为A 电阻的代号就是R 单位是欧姆 简写为一个欧姆的符号 电能它的代号是E Energy 单位用交额来描述 可以简写为Z 而电功率呢 代号是P 单位是瓦特 可以简写为W 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一共有V等于IR E等于QV E等于ITV 或者是P等于E除上T P等于IV P等于I平方R 还有P等于V平方除以R 这么多公司我们要记什么呢 首先灯泡的电功率 跟两端的电压大小乘振比 而且也跟电流的大小乘振比 记得的是P等于IV 那这个P呢 可以等于E除以T 也就是QV除以T 或者是ITV除以T 所以得到P等于IV 另外对于欧姆斯导体而言 P等于IV 那么其中这个V又等于IR 所以你可以说P等于I平方 乘以R 一般来讲在串联的时候 我们喜欢用P等于I平方R 此外P还可以等于V平方除以R 就并联的电路来讲 电压相同 我们常常会用P等于V平方除以R 来做计算 那我们以这个为例以后 灯泡通过相同的电流的时候 电功率跟两端的电压大小乘振比 也就是电阻大的 电压大 耗能多 功率也比较大 可是当两个电阻是并联的时候 电压相同 那么电功率则是跟电流的大小乘振比 你也可以说 它的电阻小 电流大 耗能也会比较多 让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手摇发电的这个手电筒 摇20次可以让电功率为5瓦的灯泡 持续发量一分钟 请问每摇一次可以输出多少JW的电能 又相当于在1.5伏特的电压下 是多少电量所产生的电能 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如果说摇20次 可以让5瓦特的灯泡持续发量一分钟 这个5瓦特发量一分钟 表示它的电能是5乘上1分钟 也就是60秒 等于300JW 那么每一次所产生的电能 就是拿300除以20 等于15JW 再来如果这个15JW呢 相当于是1.5伏特的电压下 有多少个电量通过呢 因为1等于QV 电能可以用电量乘上电位差电压来计算 所以15交2会等于Q乘上1.5 因此这个1.5乘上Q会等于15 可以得知Q会等于10库轮 1984 谢谢 Colin appear 站直白 这个 资金 een 感谢观看